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才华骚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在《凡人修仙传》中 韩丽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山村小子 虽然后面走上了修仙道路 但修仙对天赋要求很高的 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修炼资源 虽然韩丽的天赋不高 但是韩丽在小说前进 就捡到了外挂神器 长天平 靠着这个法宝 韩丽成功实现弯道超车 超越了很多天赋比他更高的修仙者 但故事来到仙界篇的时候 韩丽遇到的对手 也比以前强了很多 当韩丽选择修炼时间法则的时候 就已经跟时间道组走上了对立面 再加上韩丽加入了轮回殿 可以说和时间道组是不止不休了 而时间道组作为目前小说中 最强大的反派 韩丽接下来的路 就不是那么好走了 那韩丽该如何打败时间道组呢 或许得依靠这两个法宝 其中一个就是前面说的长天平了 作为韩丽最大的底牌 长天平就像是韩丽的金手指 有了这个法宝 韩丽才有希望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升级 还有一个就是最月神灯了 作为时间法则领域的先祭 能够将法则领域释放成 无边无际的时间领域 对韩丽修炼时间法则 有很大的帮助 再加上韩丽曾经通过长天平 进行时空穿越 回到过去 把照顾真人打得重伤 说不定到后面还有加快时间流速的作用 以韩丽的主角光环 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别说时间道组了 就算是颠倒也能毁灭 所以最月神灯和长天平 应该是韩丽打败时间道组 非常关键的两个法宝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来订阅 订阅 转发 여러분代表